瑞穗香113年语文竞赛22号下午在瑞穗国小举行 瑞穗有7所小学共有31位参赛者教祝名次 竞赛盛况空前 而全乡各国小选手齐居一堂 教祝传承母语的荣耀 另外游胜者也将代表瑞穗香参加现赛 不论是作文写字以及字印字形 还是包含国语闽南语客语 以及原住民族语言的朗读演说 不仅是各校代表选手展现坚强实力 也呈现了瑞穗香多元族群文化共融的乡镇文化特色 瑞穗香113年语文竞赛22号下午在瑞穗国小举行 全乡七所国小共继有31位的好手齐居一堂 竞资传承母语荣誉盛况空前竞争激烈 经过一个下午的竞赛 各类组别结果出炉 全程参与颁奖典礼的香壮万德高度肯定 每位选手的表现 并且也其免每位学生比赛结束时 另一个挑战的开始 也祝福获得现级资格的选手 起开得胜 拔得头筹 出征全国赛 记者石玉兰最初采访报道